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食物渲染地域风味的个性 它不仅可以去除食材的意味 更能提味增鲜 香料虽低调却能润物无声 香料驾到 食物煞时间变得生动有趣 活色生香 给食物加把料 就是给生活加把料 盐水加复合香料炖煮 使食物入味 这在中餐里叫卤 卤水煮至 去除食材中的意味 烘托肉类独特的香醇 香料搭配是卤的关键 中国各地的卤味 都有自己独特的偏爱 川式卤味麻辣新香 北方酱卤咸鲜红亮 苏式卤味鲜香回甜 而潮州卤水 柔中带刚 香气浓郁 鲜而不腥 卤味的烹饪手法大体相同 但味道上各有千秋 麻辣 咸鲜 酱香 五香等口味 应有尽有 香桥区 相浦村 这里家家户户逢年过节 都会做一锅卤水 区别于专业的卤味档 普通人家的做法较为简单 无劳卤可用 那就现吃现做 就算炒卤中的简约派 但想做出地道的家乡味 简约并不简单 张泽民并非专业厨师出身 所以他可以超脱于常规 用最简单的配料 做出最惊艳的风味 张泽民一直在尝试 制作卤水 他需要两样衬手的兵器 一件在厨房里 另一件则藏在深山之中 张泽民要寻找的兵器 虽然在卤水中看不到 但它却是香味的灵魂 在张泽民看来 潮州卤水真正的标志 来自于地下 深山中的宝贝 是一般大路货 无法比拟的 大有一点沙质的 这就非常适合种南江 种出来的南江 它辛辣度比较好一点 看这个南江的杠 还有这个叶子 还是比较嫩 就是粘性还不够 它的江味不够浓烈 江 中国烹饪的核心调料 种类繁多 用途多样 张泽民凭借经验搜寻着目标 它要寻找的是 榨根于土壤中的南江 这种江洗温暖湿润 主要分布在中国南方 它是潮州人制作卤水 最钟爱的食材 桑桑的南江 味道又比田野南江 更加的浓烈 因为南江它洗温暖 它不耐寒 所以你种在桑桑的话 它阳光热燥 光线比较好 长出来的南江 只有年线够久的话 它的味道很浓烈 特别试着做卤水 植株裸露在土层之上的高度 是张泽民判断南江年份的依据 几个小时的苦苦寻觅 张泽民终于找到了 心目中理想的南江 根据南江的生长走势下厨 将带着泥土的南江连片起出 尽量保证形态完整 南江 南江 香气复杂浓郁 味道辣中带甜 是南卤区别于其他各地卤味的标志性风味 三年以上的老江是南江中的上品 见识一下张泽民的另一件冰器 锅中的油脂 它是猪油吗 不对 它用的是鹅油 鹅油的味道和猪油相似 成分却与橄榄油相近 口感更加清淡 不抢性 最适合卤制牛肉 文化酒煎 香气四溢 香味物质渗入配料之中 使其拥有了鹅油特殊的香气 无需研磨直接入锅 八角桂皮等配料 与酱油鱼露一同下锅 复杂的香味 性情各异 彼此激荡 相互平衡 最后加入南江 一锤定音 只需两个小时 美味即可呈现 现在准备切牛肉 风干牛肉 蚊子都香 先把头头尾尾切掉 不需要大锅大灶 香料也较为常见 但经过卤水浸润 牛肉的口感与味道 妙不可言 将卤好牛肉 牛肉悬挂风干 静置一碗 切薄片 佐饮南江白醋 这是当地的又一道传统风味 风干牛肉 张泽民过去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 选择去广州打工谋生 三年前 他和妻子选择回乡创业 把自家的厨房改造成了摄影棚 将家乡的美食通过短视频和直播的方式 向各地的网友分享展示 翻杀芋头 你们是喜欢加葱花还是陈皮 现在这个油温已经升到大概有160度左右 覆砸30秒就可以了 张泽民每周都会不定期开直播与网友互动 潮州特色美食烹饪 山里的当季特产都是张泽民的创作内容 由于分享的大多是山乡里的生活 他给自己起了一个网名叫潮州山歌 今天他全网的粉丝数已经超过了200万 刚开始做的时候前半年 基本生活都很难维持 因为拍摄又每天都又更新不一样的素材 你每天又准备这些食材 人工成本 然后你又没有来源收入 张泽民在自己家中 组建了专门拍摄美食的工作室 招聘了专业的后期团队 成员也同样都是大城市返乡的年轻人 他们都自学了专业的后期剪辑软件 经过两年的磨合 团队每周可以产出十多条美食短视频 要想短视频引人关注 美食的颜值绝对是第一位的 最近他感觉自己制作的卤水 色泽上还差点意思 决定求高手指点一二 这个村的名字叫做浦东村 在我们向部村的隔壁 离我家也只有一墙之隔 这个村很多人都是做厨师的 最高峰的时候 这个村有一百多位厨师 在广州上头 潮州一些大酒楼 大酒店大排档 做潮菜师傅 也有做卤水师傅的 也有很多人是做香厨的 张泽民此次探访的浦东村 是潮州远近闻名的厨师村 它的卤水启蒙就是来自于这里 看这个颜色非常地漂亮 然后它这个卤水闻起来 有一股特别的香味 张泽民的老友蔡杰雄 号称浦东村第一相处 附近村庄但凡办宴席请客 第一时间就会请蔡杰雄来掌烧 有时候它的一两个小诀窍 就能给张泽民不少启发 这猪酒非常的入味 而且火候掌握得也刚刚好 卤水也不会太咸 不会太甜 它这个新卤水 用的是糖油来起这个颜色 还有鱼露下的也比较多 多加点糖和酱油 就能给卤水提骰 老友的点拨 让张泽民不虚此行 看似平凡朴素的大蒜 生姜 八角 花椒等香料 化身于卤汁 不险山露水 甚至不着痕迹 却让众多鲁味 焕发出别样光彩 香料的招式变化万千 卫行各异的植物紫石 根莖甚至树皮 有的翻山越海 有的本土开花 其中有一味香草 是鱼的最佳搭档 在四川盆地里 散发出它最张扬的香气 乐山 古称加州 是三江并流之地 河流纵横 鱼仙丰富 靠水吃水 无处不在的鱼仙 自是不会缺席 乐山自古就有 烹鱼食鱼的习惯 从乐山汉代牙目中 出土的刨除蛹身上 可见乐山烹鱼历史之悠久 刨除蛹衣袖上腕 一暗置于膝前 暗上清晰可见一鱼 蛹左手暗鱼头 满脸堆笑 表情生动活泼 为不同种类的鱼 找到不同风味的最佳拍档 乐山人身怀绝招 距乐山市四十多公里的马村镇 就有一道生名远洋的鱼菜 马村霍乡鱼头 在乐山的名气 相当于长沙的剁骄鱼头 即使身处偏远乡镇 仍然让众多爱好者 夫妻跋山涉水 奔赴千里 霍乡是乐山人吃鱼的独家香料 霍乡与鱼菜可谓绝配 加一点 多一点 再来一点 这道霍乡鱼头端上桌 像上了一盆青菜碎 只有一勺勺的热汤 才能唤醒这盆鱼头的鲜香 吃这道霍乡鱼头 也有讲究 用勺子摇起身穿绿衣的半片鱼头 再浇上一勺浓浓香味的鱼汤 没吃过霍乡的人 第一次品尝会感受到冲鼻的刺激感 而喜爱它的时刻 却觉得这是一种一吃就上瘾的诱惑 爱不适口 一往而生 俗话说 食肉不如食鱼 食鱼贵食鱼头 鱼头鲜滑的口感和充足的胶质 甚至比鱼肉还走翘 东北的三文鱼头汤 山东的黄焖鱼头 江浙的香糟鱼头 湖南的剁椒鱼头 广西的酸笋鱼头汤 广东的生者鱼头包 各有调味的奥妙 到了乐山 这奥妙就藏在一把货香里 今天我过山日 我们几个朋友从乐山专门过来 香来比较浓郁 很独特 最早在这家店吃到霍香鱼头的时刻 年龄可能比功勋还大 小店五十年如一日 只经营着一道主菜 霍香鱼头 十五年前 功勋在乐山市里做厨师 霍香鱼头是功勋的舅舅 做了一辈子的菜市 舅舅年纪大了 将小店传给了功勋 清新的环境 平淡缓慢的日子 以及在简单中寻找到的乐趣 让马村这样的小城镇 充满生活气息 我从小家的生活 在我们家里来说 因为我是一道 我们家里来说 它是美食 比如说成都 雅根 还有志工 义宾 这也是周边现实的 他们都会自己驾车过来 即使小店打出了名声 功勋依然固守着马村镇 因为小镇还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马村水库 水库中养殖的花莲 也叫胖头鱼 使功勋做霍香鱼头的主角 老把式出厂 意味着今天不会空手而归 花莲的鱼头 是整条鱼营养最丰富的部位 功勋店里的鱼头 没有大块的鱼肉 富有胶质的鱼头 才是真正好吃的部分 处理好的鱼头 要反复清洗 腹部的黑膜 鱼腮和鳞片 是鱼头兴山味的主要来源 已经劈开的鱼头 要反复清洗 直到盆里的水 变得清澈透明 在炖煮时 更能凸显其纤维 以待与农乡霍香的相遇 只有母亲准备好的霍香 功勋最为放心 你别提它 这味道 我要味道 好好好 我妈就回了 霍香是一种散发着浓郁清香的植物 既是一种常见的中药 也是食物中常见的香料 药食两用的霍香 有解暑 抗菌 消炎的功效 每天早晨 功勋的妈妈都会亲手剪下 带有八九片叶子的霍香精 这是霍香最富含挥发性芳香油 且最鲜嫩的部位 这些掐头去尾的霍香叶 是店里五十年如一日不变的味道 四季伦重 这片霍香田里 功勋的妈妈从没断过店里的供应 即便在秋季 霍香开花接种的时候 剪去霍香花的嫩芽和叶片 依然是鱼头的最佳搭档 那时候只种了一两千 现在我儿子就接了以后 谁还可以吧 就要放大片大片种来个 霍香叶 是纯形科经戒鼠植物 既可用作汤中做料 也适用于烫料提味 他这个鸡鱼应该开始做了 父亲是家里的大厨 只要父亲做鱼 整个家里都必定弥漫着霍香 那熟悉的味道 有人说霍香天生为鱼而生 霍香炖鱼是功勋家传的味道 如今马村霍香鱼头 更是在乐山打出了自己的名头 作为底料的 依然是乐山人最爱的酸菜和泡椒 在锅中的水烧开之后 不用加复杂的调料 把鱼头直接放入锅中炖煮 根据鱼头的大小 确定煮的时间 其间不能轻易翻动 要等鱼头慢慢炖熟 切碎后的霍香 在鱼头出锅后再放 用昏汤浇淋 激发出草木芳香 是舅舅和功勋的制胜绝招 因为想念的味道 就在家里面平时做鱼的话 都是一般都有荷香 酸 辣 伴有扑鼻的辛香 这股香味 俘获了一代又一代时刻的心 乐山人常说 山水之乐乃鱼之乐 有了霍香的加持 更是让乐山人对鱼加倍青睐 中国人对香料的迷恋 来自于它能带来 某些难以言说的奇妙感受 云贵高原的东南方向 林密古深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有更多别出心裁的选择 民以食为天 中国人喜欢用美食 来表达心意和尊敬 珍贵的食物 珍贵的食物往往要留给长辈或者远道而来的客人 这是中国人的代客之礼 在柳州 这份礼就是一道酸辣鲜香的醋穴香鸭 它做法独特 热油爆锅 倒入鸭块和各种调料炒至七八分熟 待到出锅前一分钟 倒入一碗加了醋汁的新鲜鸭血 快速翻炒 让每一块鸭肉都能均匀啄色 柳州人觉得这种紫红色的香鸭代表了代客的真心 不过醋穴香鸭极难烹制 不仅要精准掌握火候 还得懂得调香入味的门道 每种食材都有它天然的味道 这味道与生俱来 或者与生长环境 所吃食物密切相关 烹饪高手就像调香师 他们要设法去除其中让人不适的味道 鸭子是一种离不开水的家禽 他们喜欢在水中觅食 嬉戏求偶 中国人讲究五味调和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对味道的独到理解 就拿最常见的鸭子来说 北京烤鸭 厦门江母鸭 南宁柠檬鸭 乐山甜皮鸭 江门陈皮鸭 贵阳花椒香酥鸭 相同食材在不同地域呈现出不同风味 辽伯味蕾的诀窍 还是各家最拿手的调味料 柳州人的用料可能很多人想不到 它隐于深山 唐雄擅长烹制醋血鸭 也是调香去腥的高手 不过在唐雄看来 这道菜还需要加一味食材 才能真正代表柳州苗家人的代客之理 压干 我们基本上只要了解年纪长的老人 代表我们尊重老人家 按照苗族人的礼仪规矩 分食鸭肝意味着从此肝胆相照 修期与供 是代客中的上品 可是内脏器官尤其是心肝 血液含量最多 腥味也最重 做鸭子的话 香料的话必须要有油去腥 单靠普通的香料 无法完全去除 唐雄一直在琢磨 给鸭肝去腥的方法 最近好朋友吴文明来看望自己 两人从小一起长大 虽无血缘关系 却一直以兄弟相称 这一次 唐雄希望能给兄长 做一道特殊的醋血压 他要上山去找一种神奇的香料 家里面也有 但是种在菜园的那种 就没有这个山里面的自然的那种 香气那么浓 那么好吃 溶水气候湿热 十分适宜各种植物的生长 自古以来 苗家人就喜欢采摘草药食用 唐雄要找的这种植物 名叫九层塔 它还有另外一个 被大众熟知的名字 罗勒 它含有挥发油 性味新温 具有疏风行气 化石消食 活血解毒的功效 比较难找 这个季节的话比较少 但是找一下的话 应该还有了 应该有 一方水土养一方物产 溶水的山溅溪流 既是鸭子们的乐园 也是九层塔的乐图 九层塔各个部分 都能散发出浓郁的香气 是备受溶水人喜爱的调味品 大自然里奇妙的平衡 无处不在 溪流边不起眼的青草 竟然就是去除鸭子兴气的良药 一层一层上去的话 最多就是九层这样 以后上面就是一个塔尖一样的 所以老人都会叫来九层塔 我们主要就是采取那个叶子 做我们的主调配料 精心挑选一只上好的香鸭 取新鲜的九层塔枝叶浸泡鸭干 做这道菜之前 唐熊要根据每只鸭子的重量大小 在鸭血中加入适量的醋 调配出一碗醋血 并且要把它放进煮沸的开水中 加热保温 做醋血鸭的另一个难点在于 既要把鸭血炒熟 又不能因为炒制时间过长 导致鸭血结块变老 这样才能顺利给鸭肉着色 待鸭肉翻炒至八成熟之后 将鸭杆倒进锅里 最后再加入少许九层塔 鲜叶焖煮 高温加速了味道的调和 不知不觉间 原本挥之不去的腥味散去 酸辣鲜香的醋血鸭便做成了 这一次鸭肝完全没有了 令人不适的口感 入口即化 随着美味一起下肚的 还有朋友间赤诚以待的真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